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如果有注意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没有选参谋 那是因为后面参谋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选参谋了 那这边选择撑过一场短时间的暴风雪 如果你非常赶时间的话 那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选撑过一场长时间的暴风雪 然后选用一些撕立的角色 那你可以洗出更漂亮的分数哦 那那个分数只是伤害量而已 那基本上他真正讲的分数其实是没有变 OK那我们在这个礼拜改成了生存积分制 如果有不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我们关卡资讯栏里面的连结 跑去小熊草8他的文章里面看什么是生存积分制 那我们在这边简单讲一下 就是你关卡过完之后 你的血量有多少他就会给你几分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满血 就是300分这样子 那一个角色算100分 OK那这个关卡的话 就是利用安杰丽娅的二消蝶盾 直接把那个伤害给抵消掉 那这只暴吐龙是打不了的 除非你有撕裂 那他会给全体伤害 然后再加上你选的暴风雪给了全体伤害 那如果你选一个长时间的暴风雪 伤害就比较低 选越短时间的暴风雪 伤害就比较高 我喜欢安杰丽娅可以用任何群盾群补的角色来代替哦 那风雪考验就到这边啰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在左下角按赞 右下角按订阅 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啰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